太羡慕了 因为全台湾第一艘无人自驾船 坐在全台首艘无人自驾船上 市长陈其迈开心挥手 师傅这场海洋派对活动 还特地找来产观学界 签署造船及游艇产业合作案 产观学MOU的签订仪式 凸显智慧科技 这MOU的签署 不同于传统拿笔签名 而是使用触控面板 让它显示在大荧幕上 请签名 谢了 只见校长心急如焚 拿着触控笔正笔急书 还频频往大荧幕上看 原来包含市长陈其迈等人的签名 都显示在荧幕上 两位校长的名字却出不来 尤其是中三大学校长 郑英药的名字 根本看不出来 只有残疾 难不成这面板故障了 整个签署一次之前 我们都有测试过了 那应题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没有跟这些签署人 他们做好操作使用说明 两位修签署人 他们其实一开始都有签出字梯 只是后来还可能误出到 那个功能叫取消化 所以导致话题就被取消了 为了展现地方发展智慧科技的决心 桃园市长郑文灿 26日特别招待美国联邦众议员访问团 参观自驾车技术 高雄市政府紧接着寄出电子签署招式 没有想到没把签署者交好 误触案件搞乌龙 海洋局表示未来会更加谨慎 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TVBS新闻林一邦高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